最近是美股业绩期 你自己有没有说哪些都可以有些冲击 其实都要看现在这些反应 好像Netflix比较大反应 Tesla即使业绩好 升完之后好像都升幅收窄 会不会大家未必说都要很多的部署 其实这一转 如果美股整体来说 炒业绩期 我觉得可能要相对小心一点 当然暂时 Tesla打前这几两个星期 出了这么多东西来说 就是连银行股 其实大部份仍然比预期好 当然个别像Netflix差点 但大部份仍然比预期好 但你见到比预期好 我们说是Tesla为例 其实昨晚尴尾缩回来 反应的弹力其实不是特别强 再加上之前的银行股 有些比预期好 其实估计也不是特别理想 亦反应一点就是 没错 可能叫做解读比预期好 但有机会 始终你很多时看美股业绩都知道 就是有时业绩期之前 他们又会将预期 转到很低 所以你出来的结果 比预期好 其实真的不出奇 所谓的好 是与预期比较 但是是否等业绩真的好呢 Tesla是的 但其他有些业绩其实不是的 因为银行股为例 其实过去这一季 你可能在市场方面 甚至可能投行业务都会有缩的时间 其实几几间公布的大型银行都不一样 所以我想在整体出了业绩资金这些来计算 对于美股整体的股值上升 其实不是特别明显的 所以你说就着业绩 你只可以说没有踩多一脚 但是可不可以借着业绩 而令到大部分的美股股份 或者是股市有个可能股值上调 现在会变得越来越难 而且始终很多时候美股都很明显的 这么多年业绩期都是的 很多时候他们公布那些 整个业绩期里面 会分了几段时间 头段出的通常都好些 打到底下 不知已经一次都是这样 但到中后段 总有一两只或有一些是开始一样的 可以这样夹到吗 对 我不知道 但拉云来说就变相比较普通 所以以现在出了那些初期 没错是不差 但后来那些还有没有很多的惊喜 或者是一个很好的预期 以过了这么多年美股业绩期来说 其实就未必太多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现在 你说去炒业绩因素 我会觉得整体来说要小心一点 还有你预计在整个加息环境之下 还有加密缩表 至于5月份都有机会 所以我觉得股市 特别是美股 都应该是比较波动性会大一点 asi心里面有什么意义呢